本港有多項活動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香港郵政發行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郵票 中環郵政總局外 早上9點開售前有近百人排隊 排頭位的市民說昨晚11點已經來到等 100週年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日子 和一個國家有中國共產黨 你看著它成長有進步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亦在灣仔會展舉行慶祝活動 在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 香港發揮了獨特作業 做出了重大貢獻 香港同胞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新年薪 香港同胞一定能夠 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 共享祖國黃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處理行政長官尼家超就說 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 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中央仍然依照基本法和憲法行事 落實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充分證明中央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 無線電視記者 陳榮氏 報導 並均衡 Ved並 這段公司 李宗盅 形勢 也